大家好,这一讲我们来继续介绍组合数的性质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个定理,叫做二向式定理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定理 它是关于这个式子 a加b的n次方的展开的 就是我们该如何展开a加b和的n次方 大家都知道a加b的平方等于a方加2ab加b方 a加b的三次方可能有人也知道是a的立方 加上三倍的a方b加三倍的a乘b方加上b的立方 那么对于一般的一个正整数n 该如何展开a加b的n次方呢 这是二向式定理所研究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这里面我们将会用到组合数 好,那么我们就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咱们展开 首先a加b的n次方 我可以把它写成a加b乘a加b乘a加b乘a加b等等 乘a加b一共是n个 对吧,这是n次方的定理 一共有n个括号 每个括号都是a加b 它组成了它的成绩 那么所谓的展开呢 就是说把这些括号都用分配率来展开 那么在展开的时候 其实你做的事情是 你从每一个括号里选一项 每一个括号里有两项 一项a一项b 你从每个括号里选一项 然后把它们乘起来 然后再把所有的这种可能的选法加起来 那么就是得到了最后的展开 也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只有两项的话 那么a加b乘1加b 我可以第一个选a第二个选a 那么得到a方向 第一个选a第二个选b得到ab向 第一个选b第二个选a得到ba 想到刚才ab其实相等的 因为乘法有交换率 那么所以就得到2ab 最后第一个括号选b 第二个括号选b得到b方 这就是我们如何展开a加b的平方 对于一般的有n个括号的情形也是一样 我从每个括号里选一项 要么是a要么是b 然后把它乘起来 最后把所有的这种可能的 选某一项的可能性加起来 就是最后的展开 因此呢大家观察一下 就可以得到在展开式里面 每一项都一定是a的若干四方 乘上b的若干四方的形式 而且呢a的这个四方数 和b的四方数加起来一定是n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n个括号 你从每个括号里 要么选a要么选b 对吧 所以你最后取出来的a的个数 跟取出来的b的个数 相加一定是等于n的 因为一共只有n个括号 因此每一项呢都是a的k四方 乘上b的n减k四方的形式 这里面k是在0到n之间 最后呢我们要对这样的东西 这样我们要对这些项求和 k从0到n 当然了你这里面会重复出现好多个 这种a的形如a的k四方 乘b的n减k四方的像 因为你不只有一种选择方式 可以得出a的k四方 b的n减k四方 你有好多种这个挑选 像的这个方式 可以得出这一项 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二项式定理的一个关键点 就在于 这一项的系数是多少 对于一个k 给定的k在0到n之间 有多少种选择 从每个括号里选ab的可能性 使得选出来的像 乘起来是a的k四方 b的n减k 这个系数应该怎么算呢 那么为了得到a的k四方 成b的n减k 我们需要从n的括号里选出 不多不少恰好k的a 以及不多不少恰好n减k的b 那么也就是说 我需要从n的括号里面 挑出k个来 从那个k个里面选a 从剩下的n减k里选b 那么一共有多少种方法 从n个括号里面 挑k个出来呢 答案很明显 就是我们的组合数 cnk 这就是从n个元素里 挑k个元素 组成组合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 每一个这样的选择 我从 挑出来的这些k个括号里 挑出 选a出来 选a这一项 从没有挑出的n减k个括号里 挑b这一项 得到的成绩呢 就是a的k次方 成b的n减k 这样的选择一共有cnk中 因此 这是我们最后的公式 也就是二向式 所谓的二向式公式 也叫二向式定理 也就是说 a加b的n次方 可以展开成这样的形式 k从0到n求和 cnk乘上a的k次方 乘上b的n减k 好 介绍完了 这个二向式定理 我们来看它的几个简单的应用 比如说 另外一个很常用的式子是 公式是 1加x的n次方 那我只需要把 a代入成1b代入成x 就可以得到 它是k从0到n求和cnk 乘上 我在这写的是a的k次方 乘上b的n减k次方 那也就是 1加x的n次方 我可以把它看成x加1的n次方 所以我用 我用那个x代入a 那么就是x的k次方 注意到 我也可以写x的n减k次方 这是无所谓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组合数有一个性质 是它的对称型 cnk等于cn-k 因此我把x放在前放在后 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也很常用的一个公式 另外一个呢 如果我把a和b都取成1 我令a等于b等于1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2的n次方 1加1等于2 2的n次方等于右边 a和b都是1了 所以右边只剩下 这些组合数的和 cnk 换句话说 固定一个n 那么所有的cnk 可以从0到n 所有这些组合数加起来呢 正好等于2的n次方 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性质 最后呢 我们再来联系一下 一个非常有名的 数学对象 叫做杨辉三角形 杨辉三角形呢 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状 最顶上第一排 第一行只有一个元素是e 第二行有两个元素 都是两个数 都是e 第三行有三个元素 一丝为推 然后每一行的首尾两个元素 都是e 中间的元素怎么填充呢 比如说第三行 一共三个元素 中间这个元素 就是它肩膀上两个元素的和 就是1加1等于2 然后这个 我们再举个例子 第四行 它中间有两个数 这个数呢 是3 就是1和2的和 1和2的和是3 这边这数呢 也是3 2加1等于3 换句话说 任何一个数都等于 它上面左右 与它相连的两个数 也就是它肩膀上的两个数都和 所以这个数呢 应该是4 1加3等于4 这儿3加3等于6 3加1等于4 1加4等于5 4加6等于10 6加4等于10 4加1等于5 等等等等 这样这个三角形可以 我们可以无限的把它写下去 等等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杨晖三角形 那么 杨晖三角形和二相式定理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个重要的 有一个重要的性质是说 杨晖三角形的第n行 事实上 我们可以用组合数的 组合数的形式把它一般的写出来 第n行其实 它的n个数就分别是 其实应该这么写 就是说 如果我们管这个叫第0行 这个叫第1行 这个叫第2行 这个叫第3行的话 这样算起来 这样写起来比较方便 那么它的dn行就会有n加1个数 分别是cn0 cn1 cn2 等等等等 一直到cn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换句话说 它的dn行的n加1个数 就是在a加b的n次方的展开里面 出现的n加1个系数 也就是杨晖三角形呢 是所有的二向式展开的系数 组成这么一个三角形 但是同时它又有 刚才我提到的性质 就是任何一个数等于 它肩膀上两个数的合 因此呢 这个性质 就是用组合数的形式写出来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cn加1 k加1 这是比如说在第n加1行的 第k加1个数 应该等于 它肩膀上两个数的合 肩膀上是在上一行 所以是cn几 那么一个呢 是比k加1要往前一个 那就是cnk 一个呢是跟k加1 一个也是dk加1的数 就是cnk加1 大家可以验证一下这个式子 这也是组合数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公式 它是从 我们可以用杨晖三角形式 把它推出来 谢谢